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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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官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我是李宗盛 我今天標題叫做天天開心 我想我小時候 其實我們以前說真的說那種 國語教育時代 當然在家裡 媽媽 爸爸 常玩講台語 但是在學校的時候講台語叫罰錢 事實上那個時候有一個節目 其實也大概後來有一個節目 叫天天開心 什麼司馬玉嬌 喬雄 這大概都過世了吧 卓勝利 我知道他一定過世了 司馬玉嬌應該還沒過世 這天天開心 都在講台語 每次週末 週末也有在播 對不對 這個有時候看的都還蠻有趣的 那今天為什麼要天天開心 可是我告訴大家就是 今天並不是什麼人都天天開心 投資朋友 為什麼我這麼講呢 對不對 我們給大家看這個東西 我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投資朋友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 我說我看到凱基那兩篇報告 我覺得很好笑 黑白色 對啊 對不對 你們很久沒有去follow友達群創就算了 對不對 你報告寫30出頭 根本是莫名其妙 等一下有機會 我們大家一起來欣賞這些 很厲害的研究員的傑作 我講完之後 好像有人聽到我們的聲音了 後來全台灣最大的券商叫元大 他把友達跟群創 都出了一個四字頭的報告 等一下都有機會來看 那我為什麼說並不是每個人天天開心呢 投資朋友 你真以為今天每檔 都像友達這麼厲害嗎 我請問你 我今天不是秀給你看了 我上個禮拜 我在頂尖對談 我特別特別告訴大家 不要去追了 但是很多人今天 對不對 私訊問我們業務人員說 追了這一檔汗權怎麼辦 我說真的 節目看清楚 好不好 人不是我殺的 對不對 我都擺明跟你講了 你都聽不懂 對不對 你耳朵是不是長得包皮啊 我不懂耶 那我也知道為什麼 怎麼原因啦 因為有人 對不對 有人全力推薦啊 週末哇 投資比賽寫了一堆人沒的 我說真的 免費的資訊最貴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免費資訊最貴啊 那賠錢 說真的 與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不好 跟大家講清楚 這是我昨天的研究日誌 昨天漲272點 面板鋼鐵全部噴出啊 對不對 友達群創彩晶 每一檔都是我們的會員 持股 沒有一檔不是 對不對 都創收盤新高 那我也跟大家講 昨天其實鋼鐵很厲害 大成鋼市場收盤也是新高 對不對 我說上週是因為議員教授那一句 一定要追 盤中工上漲齡大成鋼 連續兩根黑K之後 收到相對高點 另外 顯卡股投資朋友 今天 對不對我們家的技嘉 又創新高 沒有什麼好講的 這個全市場都知道 我都沒有蓋牌喔 不用蓋 蓋牌一點意義都沒有 對不對 那我也跟投資朋友講了嘛 我說 誰叫你們喜歡去聽免費講座 喜歡看那些免費資訊 昨天有人跟我抱怨嘛 周末的時候跟我抱怨嘛 加幫93塊剩64塊嘛 還好今天加幫有反彈 不只加幫啊 對不對 真頂啊 雙紅啊 美綠 請問你 真的每個人天天開心嗎 沒有耶 因為你抱得不夠老 對不對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否則就是留下來洗碗嘛 投資朋友 對不對 我也跟大家講過了 我怎麼發現 有人買進就跌 賣出就大漲 今天我的會員還跟我講 快一次 你去好好笑一下那些人嘛 對不對 有人那邊臭屁說 什麼他賣友達賺一倍 他賣華航賺幾十% 結果呢 投資朋友今天漲的 剛好是友達跟華航 我們是沒有華航 我們是沒有華航 沒有 對不對 但是我們有友達 但是我們有友達 離現在最近買的那一次是25元 對不對 投資朋友 我要去沾MIH的光 我要去沾流動的光嘛 17塊去買尋創 有沒有 有啊 今天你看 對不對 今天 威剛就不讓你開心了 就沒有天天開心 那是你家的事情 投資朋友 尋創 17塊的尋創 現在29.75 後來居上的財經 投資朋友 三檔都是會員持股 我也跟大家講了嘛 我說你可以選一檔買就好了 這三檔股票反應 對 反正就像聯體鷹一樣 你選一檔買就好了 或者你三檔都買都OK 對不對 那你如果因為 這三檔我都叫會員買 雖然說有不同等級 不同的檔數 罵我說啊 你根本就丟飛鏢 投資朋友 我請問你這三檔叫丟飛鏢嗎 為什麼 投資朋友 為什麼我跟大家講 我去沾一下 我去沾一下這個流動的光 第一次我們是七塊多買的 那一次不要算了 那一次抱抱到這邊來 對不對 七塊多買到現在多少 欸 漲十二塊錢了 漲翻天了 對不對 十幾塊買都不要算好了 我們就拿十七塊買那一次來講 我說我要沾MH的光 結果你們聽不懂 欸 會計是 對不對 十七元這裡嘛 十七塊在這裡嘛 投資朋友 為什麼你沾MH的光 他漲了多少 漲了十幾塊錢 為什麼我沾MH的光 對不對 我的股價 全部打回原點 為什麼你沾MH的光 我的股價全部打回原點 那為什麼我去買 對不對 我去買鴻海呢 欲哭無淚 因為你不會做股票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啦 因為面板真的夠強 因為你不認同面板 好不好 投資朋友 這我們 上禮拜五的節目 請你自己看清楚 我們到底講了什麼 都跟你講不要嘴高 你還聽不懂 對不對 難道我要告訴你 禮拜一一定要 去放空嗎 這樣到時候我們又得罪別人 對不對 人家那麼認真推薦 還辦演講會 不是得罪別人 沒有必要啦 這沒有必要 對不對 我今天的訊息 跟昨天訊息 展開這裡 有訊息自己去看一看 好不好 對不對 有興趣自己去看一看 沒興趣就不要看了 對不對 沒興趣就不要看了 好不好 今天大標題是什麼 台幣 站上27 27.959 27.959 代表什麼 通膨 對不對 代表什麼 資金回流嘛 代表你們所希望的台幣貶值 又不見了 那要怎麼辦 我請問你 台幣升值對什麼股票最有幫助 絕對是傳產股啊 對不對 金融股啊 不然為什麼漲國泰金 為什麼漲富邦金 對為什麼漲這些股票 你為什麼都聽不懂 還在那邊撐 撐了半天 那能有什麼辦法 我請問你 對不對 國主朋友 你不要以為只有台幣 不要以為大家都在升值 不是耶 就只有台幣升最多耶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一次有逃過一劫嘛 所以我們沒有操作外匯嘛 沒有操作外匯嘛 而且現在 其實大家去留意到 我去訂了一本新書 就是央行的錢理事啊 寫了一本書 在痛 應該說不能說痛癖 在講澎湯南以前的政策 是不對的 把台幣壓在一個相當壓抑的時間 對不對 讓我們的經濟發展其實 好像怎麼樣 沒有什麼受益 因為就為了這一些大公司啊 他出口 我們可以得到比較好的一個利潤 結果咧 害了民生 害了經濟 這書我還沒拿到 等我拿到之後 我們應該是今天就到了 今天就到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裡面到底寫了什麼 事實上在以前啊 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 我們以前都 我這個年代啊 經濟學最紅的是誰 對不對 台大四人幫 什麼張清晰啊 什麼許 許什麼 許家 就那幾個四個人 有一個還當過這樣的副總裁 對不對 這幾個人是最有名的 結果 其中這位 許 許先生 當副總裁這位 對不對 他就一直認為 台幣不應該把他壓折不升值 他一直這麼認為 然後你再回去看 之前啊 說真的 我沒有那麼老 我沒有看到 對不對 台幣從40 一次掉到25 那一次 漲什麼股票 漲資產股 對不對 漲船產股 漲原物料股 都沒有錯 好不好 跟你報告完畢了 好不好 內容自己看 我沒什麼好講的 對不對 萬物其漲 投資大佬警告資產泡沫 當然這個投資大佬是誰 就是今年年初 就跟你講 不要說去年年初 他去年9月就告訴你 美股進入泡沫了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泡沫 越泡越大 沒辦法 因為 疫情嘛 美國看起來疫情是有點往下走 什麼7日平均 14日平均 看起來往下走 但是呢 現在印度疫情又來了 然後呢怎麼辦 印鈔票來建設 然後又不敢對企業科重稅 那我請問大家 錢哪裡來 就印鈔票來的嘛 對不對 GMO資產管理公司創辦人 就是葛拉罕 這個不是那個巴菲特的老師 巴菲特老師也叫葛拉罕 價值投資之父 但是這一位葛拉罕呢 他也是價值投資的 他說這一次跟我們過去經歷泡沫很不同 先前泡沫在經濟看乎完美時出現 這一次市場在經濟在疫情重要時間開始揚升 還是不爽 對不對 我說真的不爽就離開市場 沒有人管你啊 沒有人管你 對不對 他說他之前預測了什麼 對不對 1980年晚期的資產泡沫 預測2000年的網路泡沫 2008年次貸風暴 不然你就信他好了 你就信他好了 今天一大早喔 我朋友 對不對 就貼給我看 另外還有貼什麼 貼中鋼被降頻的事情 就等一下有機會再看 好不好 主要商品投資表現 你就看到 比特幣 木材奇幄 你看一路往上走 為什麼 有森林火災嘛 對不對 原油 你看到這今年以來的一個走勢 真的是走通膜行情 另外就貼這個給我看 他說瑞銀已經開槍 叫我要小心 因為我有私下跟他講 我說你不敢買大成鋼 對不對 二月的時候我跟他講威智 我說你不敢買威智 對不對 不敢買大成鋼 你去買中鋼嘛好不好 去年的時候 我們還跟你講過世紀鋼跟東鋼耶 就人家今天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以怨報得啊 補股票 他給我打這個 他說你看 也不能說以怨報得 以德報怨 不是 以德報德 他提醒我要小心了 二字頭跟他講中鋼 現在要小心了 現在台灣的這些頭顧們啊 原大啦 國票啦 富邦都看到四七 看到四十四七塊以上了 他告訴我要小心 他說你看 瑞銀已經開傳染第一槍 他把中鋼平等交成中立 當然我大概知道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 中國大陸 對不對 現在鋼的需求可能沒有那麼大 鐵礦砂需求沒有那麼大了 因為要什麼高爐啊 什麼弄為半天 對 但是我告訴你 這一些瑞銀的人 他真的懂鋼鐵骨嗎 他們真的看過通膨嗎 我相信都跟我一樣沒看過 好不好 都跟我一樣沒看過 對不對 所以你要相信他們嗎 你不如問我 好不好 全市場從去年 在看多鋼鐵股的人 投資朋友 我們有成功經驗 我比他懂得多很多 我這樣跟大家講好了 我在講威之二十元的時候 人家還在笑我 你說的什麼 你的皮膚一塊 投資朋友 隨便都贏你們啊 對不對 真的是隨便都贏你們 好不好 你們程度太差了 再來回到面板股 今天新聞出來啦 財經第一季再賺一塊錢嘛 這我都講過了嘛 這我都講過了嘛 三月一貼是0.37元 獲利暴增16倍 投資朋友 沒什麼啊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過 真的沒什麼 真正獲利高的 好不好 真正獲利高的 會是在群創跟友達 你放心好了 群創第一季 我認為 現在法人都估到一塊錢左右 我估到一塊五到一塊六啊 升到一塊八都有可能 你說你胡扯 二月份才賺0.22 我請問大家 為什麼海光三月份賺0.22 為什麼海光股價33.95 對不對 我都跟你講過了嘛 如果是我 我不要再追海光了 對不對 我寧願去買群創 等著看 大家等著瞧好不好 大家等著瞧 對不對 海經群創 昨天有跟大家講了嘛 我說這很不認真的投股 真的很不認真 KGI 群創目標價重創 18.7調到32.7啊 有拿目標價從多少 19.8調到33.8 我真的比較拜託耶 友達群創 昨天都準備挑戰30元了 結果你們這麼久 沒去看人家公司 你到現在才知道 忽然調整 研究員太好當了 我應該把名字秀給大家看 你去罵他們 對不對 不過說真的啦 很辛苦啦 好不好很辛苦 不好意思啦 你為什麼不早一點調呢 但是我昨天告訴你什麼 我說這種調法根本是莫名其妙 對不對 股價都三字頭 再調目標價才到30幾塊 我說你不如調4X元 拍謝齁 不知道是不是被 全台灣最大的頭顧給聽到了 因為接下來 晚上就有報告出來了 那時候我還沒看到報告 只看到怎麼樣 人家剪貼了版本 對不對 然後新聞就出來了 他上修面板利多不斷 友達群創目標價金箭四字頭 投資朋友 對不對 給大家看嘛 國內最大頭顧 元大嘛 對不對 群創跟彩晶 一個看到42 一個看到40元 我們直接來看報告 好不好 內容自己看就好 直接看報告 元大頭顧 友達 產業工序正向發展 改以PE給予評價 他們之前都是用什麼 用PB 淨值比 對不對 因為如果用淨值比的話 老實說 友達25 25、26大概到上限了 為什麼 1.2倍的PB 差不多啦 同學朋友 19嘛 對不對 1.2倍的PB 是不是25塊差不多 1.2、1.3倍左右 對不對 19.24 然後怎麼樣 3481的群創 1.2倍的PB 大概多少 大概可能27、28 那現在都沒辦法 他說不行了 我們要用別的方式來評估了 對不對 投資朋友 知錯能改啊 善莫大焉 我也跟大家講過了 今天有辦法 能夠帶你 群創有達報這麼久 連彩晶都報這麼久 台灣就是我而已 台灣就是我而已嘛 對不對 中間剛剛接一接一接 去就說他 一跌就說 你看我們出掉了 投資朋友 你也可以參加那些分析師啊 可以的 我沒有意見啊 投資朋友 我沒有意見啊 對不對 參不參加我的 我都沒有意見 如果你看我的節目 就賺得到錢的 你就繼續看節目就好了 只是我相信你不會賺到那麼多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我是個騙子 那你更不需要參加 對不對 我不需要騙你吧 上禮拜不是一堆人跟你講 我說 不過我跟大家講飛鴻的時候 投資朋友你回去回溯看看 去年12月份連線第一次跟你談飛鴻 因為那時候飛鴻跟ODI做充電站 是沒有我看到 那天漲停板 我有跟大家講 要注意喔 注意喔 後來飛鴻又做什麼 360KW的充電站 但是我告訴你 那題材性居多 因為那要接高壓電啊 結果你看你們還追 你們還追啊 再追看看啊 到時候死了 不要說我跟你講的 我跟你講的時候才十幾塊 現在四十幾塊了 好不好 對不對 四十幾塊了 群創尤達 對不對 瑞育 投資朋友 我也跟大家講過了 你不會買IC設計 沒有關係 台灣最厲害的三家公司 瑞育 對不對 聯發科跟聯勇 你說快醫師好爛喔 你的聯勇爛透了 對不對 今天有人跟我說老師 你的聯勇爛透了 不是我會員 我會員不敢講這種話 不然被我罵 他說他今天放空 聯勇賺很多錢 隨便你啊 你空一百張 空一張都沒關係 我沒有意見 我沒有意見 好不好 今天倒是什麼樣 瑞育表現不錯 瑞育本來就是我長期卡的股票 今天新聞寫說什麼 說這個 敦泰切入Tesla 哇是 IC設計裡面 首度切入什麼車用晶片 不是啦 瑞育的以太 以太網路晶片 不叫車用晶片嗎 車用的以太網路晶片 那個就不叫車用晶片 什麼新聞都忘記了 對不對 那我也跟大家講 沒有關係 IC設計那麼多檔 那麼多檔 你真的不懂的 瑞育 發哥 對不對 瑞育發哥 還有什麼 連勇 我們選連勇 對不對 今天表現還蠻做的連勇 等到有一天 我告訴你 對不對 等到有一天 我們就不要管他賺多少錢 不然干我屁事 對不對 賺多少錢 很好很好我也知道 一定很好的 我還可以跟你講最頂也很好 對不對 同學朋友 今天 高盛修到755 那會沒什麼 搞早就看一千了 今天另外一家公司 對不對 昨天很出名的 不過是他們銀行部門很出名 叫台鑫 對不對 時間管理大師 某處長 做好管理 哇 對不對 這個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 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朋友說他今天下午 想要去找這個歐陽小姐 辦信誕 開玩笑啦 這怎麼可能 我說你下午找得到 我輸你 對不對 你知道現在只要這個 只要在這個網路上打一個歐 以前打一個歐出來是什麼 歐陽納納 對不對 什麼 知納 歐陽知納什麼的 對不對 因為他講了很多 很愛祖國的言論 所以大家很喜歡收訊他 現在一打一個歐出來是什麼 歐陽差 我們不要講那個什麼人 不重要 台鑫 現在很有名 非常有名的台鑫 對不對 今天早上人家傳給我的 看1K 看1K啊 對不對 看1K嘛 沒什麼 好不好 這沒什麼 那我跟他講沒有關係 今天連勇很弱 今天私心很強 經濟課很強 恭喜你們 恭喜老蟹 我昨天來特別跟你提喔 老蟹說EPS20元 要慢慢漲上去喔 我都已經先跟你講了 對不對 易建蘭跟陳友諒 創辦人跟董事長 對不對 去看老蟹 老蟹 剛是發病我不知道 可能是老蟹沒生 對不對 拿水果拿什麼去看老蟹 我也不知道 你說賺20元 在此之前把人家罵得跟狗屎一樣 對不對 隨便你啊 他強由他強 我自一口爭氣族 對不對 太極張三豐裡面講的 不是我講的 對不對 再來你要注意到什麼 禮拜三有聯電聯發科 日月光 我們家日月光投控嘛 對不對 我們都沒有走日月光投控 我昨天跟大家講過了 日月光投控 現在110幾 準備到120 甚至150都有可能 我這個時候不會叫你再買了 真的 對不對 我沒有那麼厲害 投資朋友 昨天不是一堆人告訴你 趕快去買亞信 一堆人告訴你 趕快去買什麼 趕快去買九旗 還有人告訴你什麼 趕快去鎖什麼 趕快去鎖什麼 鎖點序對不對 有追都有賺耶 這種不是我在做的事情 這你們自己做就好了 好不好 這你們自己做 這不是我在做的事情 我反而告訴大家 你今天日月光不能買了 買不下手了 去買一檔股票 它叫做晶圓電 KYEC 昨天詹嘉鴻出了一個報告 把晶圓電啊 從Underweight到Ecoweight 我告訴你 第一季財報出來之後 可能會變overweight 為什麼 晶圓電今年因為聯發科的關係 買了很多機台 請你自己看新聞 不是我講的 你不要每次講晶圓電 李晶公黃燈輝 我也知道嘛 對不對 我也知道你也知道 黃燈輝 搞笑很不好笑 那都講冷笑話那一位 以前是晶圓電的工程師啊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 今天 對不對 很多的中小型IC設計 中小型的這個封測 朋友 我也跟大家講過嘛 南貿也是啊 對不對 南貿也是啊 對不對 超風也是啊 細格也是啊 但是怎麼樣 我們除了3711的日月光之外 我就cover這一檔 好不好 這一檔我們也cover了 對不對 當初跟你講過了嘛 都沒有騙你嘛 投信賣不下去 我趕快去加碼 第一次的時候 在40 在41塊嘛 我們出掉後 又回來買 投信賣不下去啊 我為什麼不加碼 很簡單吧 對不對 要找投信賣不下去的股票 那真的是有鬼 表示有人接走了 表示有人接走了嘛 這幾天投信有沒有進來買 我看也是沒有啦 對不對 我看是沒有啦 應該是沒有吧 你看 你看 昨天 晶圓電子 對不對 48.95了 投信賣更多 又賣1402張 你等著看吧 好不好 你等著看吧 對不對 後會有期啊 後會有期 這我們講過了 對不對 大成鋼嘛 目前 庫存最高的 比庫存嘛 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講 土地也是比庫存啊 今天有一檔股票 這個銀建股 千千拉漲平板拉得好兇 因為他第二季 賣一塊地 賺兩億五千萬 我去算一算 EPS才多少錢而已 股票股是幾塊了 你要比土地庫存誰最多 我請問你 當然是資產股最多啊 還輪到你嘛 對不對 還輪得到你嗎 不用輪你了 好不好 我懶得多講 好不好 技嘉 投資朋友 欸 慢歸慢 但是很穩健 對不對 其實我告訴你啦 微星也OK啦 但是怎麼樣 這一次我們買的是技嘉嘛 微星你看 其實你看 很穩健啊 投資朋友 總比這個穩健多了吧 對不對 總比這個 投資朋友 前一陣子不是很紅嗎 每個都已勝 到底是哪一個勝 剩下的勝嗎 投資朋友 每個不是都廣語 重海集團造車一定要找廣語 重海集團造車一定要找誰 找紅準 我聽你在打敵都啊 投資朋友 對不對 為什麼不找我們家的什麼 群創啊 我說我就是沾個光 我最喜歡做這種事情 好不好 沾個光 技嘉 OK的好不好 技嘉OK的嘛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資朋友 我相信全市場 可能就我這麼乾脆而已 佛度有緣人啊 我不是佛 但是我也是希望 你認同我的投資理念 對不對 你可以去追股票啊 今天據說啦好不好 今天據說1802 超過30元 人家要在這裡買進 趕快買 趕快買 對不對 2104 對不對 在這裡買進 對不對 隨便你買啊 好不好 隨便你買 你買多一點 你不要跟我屁事啊 對不對 這不是我的操作邏輯 好不好 我的做法是 好的股票 我們就慢慢買 對不對 我也跟大家講了嘛 大成鋼 4月1日大成鋼 在哪裡 你去看啊 對不對 在哪裡 31塊30塊嘛 在這裡啊 躺在那裡讓你買 那你說現在在震盪 喔好累好累好累 不用 我真的很希望它再拉回 我們上一次買進的10點是41元 距離這一次最近是41元 它再拉回我一定再買 為什麼 請問大家 鋁在漲 銅在漲 對不對 很多基礎金屬都在漲 難道不會漲這些嗎 對不對 你看這些做銅的 投資朋友 這一次如果你有買到第一銅 你賺翻了 今天鋼鐵股最強是第一銅 對不對 第二強是哪一檔 星光鋼 不是海光鋼喔 是星光鋼喔 對不對 雖然我對星光鋼真的很不以為然 但是星光鋼 我仔細去看它的轉投資 人家厲害了 它持有中鋼5萬張 對不對 持有一狗票的四季鋼 對不對 投資朋友 它只有一狗票四季鋼 還有怎麼樣 一些什麼水下風 四季風電 什麼水下什麼東西 什麼風電它很快 只有一大堆你知道嗎 你不得不佩服利明德 所以現在啊 當風電在 如火如火進行之下 對不對 星光鋼 它光這些轉投資收益都賺翻了 當然沒有錯 轉投資收益 那不會買什麼680 6這類就好 什麼深微能源 也沒有錯 我覺得這也沒有錯 我也跟大家講過 投資朋友 什麼4582的巨橫 對不對 6692 做制服的 技能服 但是它沒有什麼量 你可能需要中長線的操作 那技能服要 應該是要掛牌了 大概是如此 這個 僅供參考好不好 你看這個 對不對 厲害吧 賴神的好朋友 對不對 神董事長 如果不是 我沒有人跟你講大雅啦 對不對 你說那個黃靜哲 兩三年前有講大雅 沒有錯 他最早講大雅 但是我發現大雅的時候 大雅才是34塊 連我鄰居都有看到 我在介紹大雅 真不好意思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 如果你從我電視就賺到錢了 你根本大可不欺參加我會員 對不對 如果你看我電視還賺不到錢的 那你更不需要參加我會員 好不好 最後祝大家超多順利 好祝各位 好祝你們 好祝你 好祝你 好祝你們 好祝你們 好祝你 好祝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